我們已經是覺得 其實我認為電視都只是拍了一幕 電視沒有拍到 就是那些議員其實是走到官員那裡圍他 走到王國健那裡兇他 我們要找一些女議員要保護他 那些眼神是多麼兇狠 當日有沒有拍到那些表情呢 那時候是休會時間 我想說你下去場打球 那個球證拼命在吹黑哨 你想一下其實他每一次趕了三次離開 有兩次是梁耀忠 一次是陳志全 一次是黃毓民 他趕了三次離開 有兩次他自己要收回 所以我沒見過球證出紅牌之後 因為他自己收回紅牌 他三次紅牌有兩次會收回 其實證明一件事 其實他那天的心態是怎樣 他那天的心態是說 今天我要硬起來 早知道有人我盡量趕他走 那之前梁耀忠之前 他警告過我 你不是他 別猜他 他們經常在說什麼 這個很明顯 這個人都看到 如果他不是這麼心急 要趕人走就不會說 梁耀忠還沒問完 他就猜到梁耀忠說什麼 然後就馬上出紅牌 不如這樣 我們梁耀忠很明顯 這是第一個問題 我告訴你 我一定要給我說 因為法叔 我也很尊重他的經驗 但那天 那個情況 首先講兩次休會 上一次 馮檢基 就是提錯了 叫做39條 就是提一個想終止那個項目的辯論 他不是提錯了 他真的想提中止 那這個規程是不能再容許 因為以前也否決過 主席更好人道 為什麼不行 他已經前一次討論過 你想討論那件事嗎 等一下再跟他講 不是 這個你聽我說 然後主席更好人道 他又問了法律顧問 那個再提中止 你已經七次裡面 已經提過 就是說你用39條 就可以提 每一個會都可以提 所以主席更主動叫馮檢基 你是不是要提休會 你提休會我就給你 上一次又每人三分鐘 那你說起那樣 我又要講了 那今次又是一樣 主席那時候 上個禮拜怎麼打麻波 你記不記得 他那次還離譜 你又不讓我講 你這裡不行 你自己霸佔你說 為什麼呢 你說起這件事 就是 我要講完整套才行 你不讓我講完整套 你幫我講完 我給你說好嗎 我希望市民很清楚 我們七次會議 我們已經很多次都給他們說 但是連梁繼昌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都說我四次都沒有問到實質問題 我只是舉手講規程 你想一下那個情況 他們是很多機會 我們有些是特意給他們問 我們覺得村民的安置 是很應該給他們問 問完又是重複 說來說去都是說那些事情 重複應該是主席裁決 主席裁決了 他們都舉手 一個不夠就23個 一個走出去不夠 就全部連溫和點都走出去 但這都是主席裁決和點都走出去 主席裁決裁決裁決 主席裁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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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 你看一下主席才行 所以我們慶到 根本我們也要求主席嚴格執行議事規則 那天我認為說那個投票是非法的 完全是毫無事實根據